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先载滋味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国的发展是永务共睹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 已经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很多人预测将固执的将来 中国将越方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国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预测 可为最早能超过美国,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摩擦也是越来越激烈 在这一背景下,在美国某知名论产上 有外国网友评论道 为何好多国家都畏惧中国崛起而不害怕强大的美国呢 其中有网友,有回应 你们知道人家害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吗 真正原因就是中国其实是一个异常强大的国家 泰澳评中的国家都小大 当时美国崛起的时候 南美附近很多国家也感到非常害怕 但美国统治世界其实已经这么多年了 现在如果中国崛起的话 就要沦为中国的邻国而担心了 而网友们表示 要说这个邻国问题 在我看来 畏惧中国崛起的好像就是那么几个国家 比如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和美国 美国主要害怕的是 中国会抢占它世界主导地位 未来随着中国力量的发展状态 自己世界第一的位置可能会被取代 它会越来越紧张 不能够证明总的中国发展 正在背后做事一些其他小说给中国使报 阻碍中国的发展像日本之类的国家 就是中国的灵国 他们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害怕中国会侵占他们的领土 所以这就让很多国家成了美国阻碍中国发展的傀儡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